事實上朋友他們想要支援,想要支援,但是他們不知道說下一步還需要他們做些什麼,來一起支援我們這樣的法稅改革 什麼? 老師開玩笑啦 這是什麼? 其實剛剛曾建議教授,他有講一些,就是像主委員一個議員,他們其實可以針對今天那個919發生的案件,到底問題出在哪裡? 這樣不能讓警察能受這個不好的負面評價,那應該要執行署跟這個檢察官,他們到底是有什麼樣的計劃,為什麼當時是這樣? 然後原本的新竹的警察局長,叫做黃佳琪,黃佳琪局長,現在到桃園去當督察長,那他其實也知道整個情況 他應該知道整個情況,當時為什麼,原本並不是有恐嚇的問題,然後用的影片也不對啊,根本沒有到人家家裡去擠牌啊,親門踏戶都沒有啊 他們接受到錯誤情報啊 所以他們有必要澄清啊,變成是一個假照的,假照的侵入人家的住宅,抹黑這個黃姓媽媽的這個東西,其實有必要在議會裡頭就要問清楚啊 要跟這個原來的這個警察局機長,還有這個謝柏銜,還有這個葉日人啊,他們為什麼會有接受錯誤的情報啊,然後做出一個違反常理理,違反政績,違反事實的一個爛檢代表,爛抓啊 這個也不要了解,不然警察形象很壞啊 不然我現在像我新竹人嘛,我身為人民我就會害怕,如果他們不在議會去把這事情提算,以後我們看到竹北的警察,我們嚇死了 沒錯啊,因為基本警察不佔照法律啊,然後人家根本沒有親朋到裡頭,然後憑什麼,他到底看了什麼影帶啊,如果是看這個影帶,那他被解釋說到他家,所以他犧牲恐懼,這有必要澄清啊,警察正是被黑鍋,但是誰下了這個抹黑的這個證據 就像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,就是要把你抓起來就對了 對啊,沒錯啊,就是說他什麼進出車庫啊,都被圍堵啊,被夾到啊,被包圍啊,那這個東西,跟陳銀錦的講法,表示執行署的講法,是脫離事實,是有抹黑,是超出事實以外,胡說八道,然後要羅織人家,要羅織入罪, 那這些東西,那這些東西,其實,竹北的十一位議員,有必要在新竹議會裡頭,針對警察呢,要求,這是最關鍵的,然後在桃園,也有必要,因為受害人,那個,我媽媽,她是桃園楊梅的人,她現在還被限制入績啊,所以桃園的這個,桃園的這個,楊梅的議員, 有必要起來,維護楊梅的利益,所以楊梅的議員,其實有必要,真的要,議會的都要講,那新竹的立法委員,跟桃園的立法委員,都有必要要,要承勤現狀,不應該讓這種情形呢, 大家還在不清楚的狀況,記憶被抹黑,您說黃媽媽被限制住居,那她是因為什麼樣的理由,到現在都還被限制住居,然後要限制多久啊? 限制住居還沒有測啊,限制住居可以限很久啊,可以限很久,那要怎麼辦?這個要有什麼法律途進去? 她這個其實限制住居是不對的,限制住居其實,就是剝奪她的人身自由啊,對,其實很嚴重的,對,所以這個, 這部分還沒有辦法,沒有解決啊,沒有辦法去申訴業? 有啊,她有去,有去這個,對這個部分做裁定的部分做議員啊,跟檢查,跟到法院去判告啊,但是法院維持啊,維持說, 這個新竹地檢署的這個限制住居,沒有不當,人耐有到,所以她要裁定,然後繼續在抗考啊,對,所以現在在高中海裡 限制住居,她的意思是什麼?不能夠離開方園基里,還是不能離開家裡? 對,不然一定要在家裡,所以她必須要報備啊,是一個爛錢的所謂的行政權,爛錢的, 呃,他們叫做,呃,這個,強勢主管,檢察官的是強勢主管 他這樣是不是一個殺機鏡頭,其實只是要透過黃媽媽的事件,要警告整個法水改革聯盟的人, 叫你們不要這樣子情局王中,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意涵? 這個應該有點擴張,她就製造一個假的,呃,假的事實,就偽造說,呃,她在住家附近被擠牌,不是,然後也被妨礙她車道進出口,然後去夾道,去拍打她的車子,那其實那個根本沒有,那是,證據可以還原當時的現象, 就還好有件事情,對,當然是9月9號,早上8點39到8點40分,李貴分的開她的車,要進入車庫,那是行政執行署,然後這個消息,就被她拿去,說她到她家怎麼樣怎麼樣,然後影響到,這個,謝伯賢,影響到,呃, 夜日人,影響到所有的人,所以他們就認為,不應該這樣做,所以就來抓了,所以這一開始的故的消息是不對的,所以我這個關鍵這也很重要,這樣讓整個警察的形象,非常糟糕啊, 所以,竹北的十一位現議員,還有義務呢,要出來講話,然後這個桃園的這個議員,也有必要出來講話, 護衛他們,這個黃媽媽是楊妹的人,有必要出來,那鄭文燦市長也有必要把這件事當重要的事情, 因為你的市民被護衛,對,你必須要澄清啦,尤其你的,呃,縣警察局的督察長黃家綺現在在,你的呃,呃,轄區啊,那黃家綺當時是,接受什麼資訊, 是不是李貴分提供的資訊不妥當,那他有必要,要澄清,所以當時聽錯了,所以這應該要還原當時的現象, 黃家綺有必要出來講,那黃家綺現在已經升到大名門裡頭,當督察長是升官咧,那再不出來這個情形很重, 所以起碼新竹跟這個桃園都有必要出來,也謝謝陳總教授幫我們還原更多的現場, 檢查,回覆他人有的心象,對啊,我們因為大家都很關心,會在,像這樣子的記者會,會在陸續辦嘛,我們也會在繼續,會在繼續辦, 這樣繼續抹黑,檢查的心象已經給了一道,謝謝,謝謝志榮教授, 好,謝謝,再見,謝謝, 謝謝 一下